我們先講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很重要 是我們的護國神山 但是最近的台積電怎麼搞的離職率這麼高 你知道新人的離職率到多少嗎 新人的離職率到17.6% 這是五年來的新高 一般的公司也就算了 台積電不一般 所以台積電到底怎麼了 沒有了台積電說實話 台灣的戰略的重要位置就會少很多 我們來看看台積電 七月份公布了永續報告書 那麼這是台積電自己公布的 全體員工的離職率是多少 百分之六點八 但是新人的離職率天哪 百分之十七點六 創下五年新高 公司設定的目標率也不過十五 這個數字遠遠高於台積電設定的目標值 我們知道台積電很會精算 他們每次設定的目標 其實都能夠達成率蠻高的 但為什麼會這麼高呢 當然了台積電賺很大 但是我們知道在台積電的工程師 黃金單身漢 但是真的是用命換來的非常辛苦 所以這樣的企業文化 這樣的員工素質 移植到美國 你覺得可能嗎 記不記得之前這個張忠謀告訴大家的 到了美國 基本上翻譯成白話文 叫做沒戲唱 沒有利潤 但是我們來關心我們的台積電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 是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的一段專訪 他八月一號接受了CNN的專訪 然後呢 在這臺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的官網上 最近有他的一篇談話 有他的一篇談話 這個談話 大家仔細看 你會發現裡面有很多很多的訊息 他對蔡政府講話 有一段內容很重要 怎麼樣跟中國大陸相處 好 韓濱先來談一下 今天這個我們都知道 中美兩頭大象打架 我們臺灣最好是離遠一點 不要被踩到 那其實在這個劉德英 說實話台積電非常非常的低調 尤其是台積電你知道 向來不去民不與官鬥 他們的發言非常非常謹慎 有一定的發言系統等等 不是每個人可以亂講話 但是台積電的董事長 在八月份接受了訪問 最近在官網中又寫了這麼大一篇 看得出來 真的是有很多話想說你知道 特別是台積電最近被美國盯上 有沒有 我們之前做了好幾個節目 美國感覺上就是要裂解台積電 讓這個台積電 美國的依賴不要這麼強 所以將來臺灣有事的話 美國就會沒事 是啊 否則如果說美國對台積電 那麼依賴的話 萬一台積電被中國大陸拿去 萬一台灣被攻佔 那美國不就完了嗎 那你看看台積電董事長 難得講了這麼多這麼多的話 我先帶大家來看 八月一號CNN的專訪 這句話很重要聽進去 讓中國需要我們並不是件壞事 想想看有沒有道理 就像剛剛左老師講的 我們如果有人才 在中國大陸發光發熱 讓中國大陸很需要我們 那是我們的光榮 也是我們的能力 這個劉德英董事長也說 讓中國需要我們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不是壞事啊 為什麼要非黑即白 為什麼一定要 就一定要這個 把中國大陸擠出去 永遠不可以公益 為什麼 一旦真的發生戰爭 最需要擔心的不是金片 而是整個世界的秩序 會因此而瓦解 商業界沒有人希望發生戰爭 看到沒有 所以現在不管台灣政策法等等 都是在把台灣似乎往戰爭的路上在推 我們的護國神山的董事長告訴大家 讓中國需要我們吧 這樣很好啊 我們會更安全啊 沒有人希望發生戰爭 俄烏戰爭打斷了全球的供應鏈 我們不要再跳進這樣的情況 搞清楚了吧 八月份他接受CN的專訪 在國際間他不只是對台灣講話 因為台積電是個跨國公司了 在台灣很重要 在國際間也很重要 台灣仰賴他 中國大陸仰賴他 美國也仰賴他 所以他接受了CN的專訪 幾乎沒有墜字 告訴你很重要的訊息 那最近的台灣半導體產業 在協會官網他又在講 講什麼呢 這個應該是對蔡政府喊話 你看看別人怎麼做 中國政府 人家怎樣 對國內的半導體產業推動 從來沒有停喔 設計製造封裝 人才稅賦資金設備需求市場 大力支持本土業者 看到沒有 你不喜歡中國大陸 你要跟人家吵架打架 你看看人家中國政府 怎麼樣扶持人家的 本土半導體產業 美國更不要說了嘛 通過晶片科技法案大力扶植啊 所以他覺得怎樣 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進核跟消長 是進行式 已經快來不及了 希望台灣的產官學界 在半導體相關產業政策上 提出更具體性的措施 維護台灣最關鍵的半導體產業優勢 講得文周周 我翻譯成白話文 就是蔡政府趕快做 再不做來不及了啦 基本上就是這樣 中國大陸 美國說實話兩大國 在兩大國的這個夾殺之下 我們台灣的優勢還會有嗎 恐怕很困難 所以再不趕快做 你看中國大陸怎麼做 不管喜不喜歡他 人家很強 人家有在做 美國更不要說了 所以我們台灣怎麼辦 怎麼辦怎麼辦 他其實這是對這個蔡政府喊話 我覺得算是 雖然講得很文周周 但其實你看得出那個危機感 海濱 其實台灣的商人 一直都比政府聰明得多 而且預先都判斷到很多的局勢 所以他們都會做預先部署 但台灣的商人最怕的是什麼 怕政府綁住他們的手 怕政府在扯他們後腿 這才是我們台灣商人最怕的東西 其實你看 他接受CNN專訪在什麼時候 剛好是在裴洛西澳來之前 他就特意去接受這個專訪 有的很少願意接受人家專訪 他更少去對國際局勢去談什麼話 因為他怕被貼標籤 他也知道台灣現在意識形態很重 他何必去淌這個渾水 可是他那個時候 就在裴洛西來之前 刻意接受這樣的一個訪問 為什麼 其實就是要提醒我們自己 我們不要走得這麼極端 沒有人希望打仗 大家能夠和平相處 做商業才會有發展 他們是生意人 是要做生意的 要發展產業商業的 那一旦戰爭就什麼都沒有了 難道有人會認為說 台海之間發生戰爭之後 台灣還是一樣各行各業 欣欣向榮 然後毫髮無傷嗎 不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當一旦發生戰爭的時候 你看烏克蘭 烏克蘭現在 其實老實講二軍都不用打他 烏克蘭現在不靠外國接近 他沒辦法活下去 因為他原來的整個生活 全部都被打亂 生產製造全部都完蛋 那戰爭就是這麼殘酷的一件事情 然後台灣半導體協會 這個官網講就更加明確 中國大陸已經是 他是用國家的力量系統性的在做 那美國雖然之前一直不想做 但是現在看到發覺中國大陸 可能會追上來 自己不能在這地方失去又是 所以要趕快補克 他強制性的要求成立 要求韓國日本台灣都要把廠 設在他美國 然後就直接把這些晶片產業回收 那連歐洲都緊張了 歐洲其實前一陣子也一直在談 他們也要設半導晶片廠 他們也要把歐洲自己的晶片 供應能力培植起來 不然的話歐洲就完蛋 但是現在因為烏二戰爭的關係 歐洲人現在連暖氣的電都沒了 所以晶片廠不用想 因為他沒電 沒電就晶片廠就不用玩 那我們台灣呢 台灣美國現在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藉口 就是因為你處在戰爭邊緣 你會遇到危機 你遇到危機全世界都會遇到危機 所以他就用這個藉口 要求我們把台積電的相關產業設過去 技術也要一直過去 人才也要拉過去 正常的政府是要反對的 是啊 韓國政府就反對 你看現在日本政府也出來講話 大家都覺得有問題啊 但是你看看 第一個美國不但把我們台積電 拉到這個美國去設廠 第二個他跟日本合作2奈米 當然生不生難出來是一回事 2奈米最高階的 然後南韓他也跟南韓三星合作 南韓那三奈米已經開始量產了 這都對台灣造成很大的威脅 所以你看他叫我們跟他聯盟 結果呢他實際上是把我們各個擊破 然後他跟每一個都留一手 每一個都玩一招 然後反正看誰到最後最強啊 他就跟那個結盟 然後其他兩個就死給他看 那台灣現在面臨最大的危機是什麼 是我們的政府沒有在保護我們的廠商啊 我們的政府是雙手把我們的廠商奉上 把我們的護國神山直接送給美國 完全不做任何遮擋 所以其實講實在話 廠商要求的不是真正的 你政府去幫我佈局什麼 或是建廠什麼 都不是那些東西 那一些其實很久以前 我們就一直規劃在做 重點是 你政府不能夠任由美國予取予求啊 但是現在蔡英文政府就是這樣 遇到美國完全沒有任何抵抗能力 我跟你講當台積電如果真的都被 蔡英文政府送走出賣之後 台灣就沒有東西了 到時候美國就真正可以放棄台灣 系統裡面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呢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們的快點GO